今天是中元节 说到了鬼月 很多人说各行各业都度小月了 度过了生意就来 才不能刚好相伴 偏偏看到了车市 看到了电子业 特别是瓶子我供应链的大哥 我们看到了鸿海 他们是订单忘得不得了 现在看鸿海 鸿海今天真是双喜临门 第一喜什么呢 鸿海今天就传出了 备货7500支的iPhone 下半年真的是忘到不行 那第二喜呢 我们看到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今天就跟大家宣布了 鸿海跟微软的专利诉讼 已经达成和解 下一次大家再看到 跟微软相关的消息 应该就是双方合作的好消息了 前程的高举三驻乡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率领一级主管拜拜普渡 即便顶着35度高温 啄酒献花念书文 样样亲力亲为 刘洋伟以医生简约白衬衫 首度主持普渡仪式 还亲切跟媒体招呼问好 年年我们这个祭祀都会 都会这个举行下去 把这个悠然的传统 持续维护下去好不好 手上拿着厚厚一叠金纸 放入金炉 甚至还准备 美金人民币日元和台币 盼望全球布局 能如这烈火越来越旺 果然同一时刻没过端就传来好消息 友好协商往前看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下面 因为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 共同会往未来一起来发展 所以你们陆陆续续会看到我们一些合作的 四张大桌子上 基本三生祭品 大象乖乖 纸莲花一样都没少 但最显眼的莫过于这一整桌的大苹果 恰巧说明其愿 一切都很好啊 都很好 看起来都很好 传闻苹果已经对供应链下达备货令 试单7500万只5G iPhone 12 而刘董也说 鸿海下半年营运动能依旧乐观 只是问到明年 明年的事可能11月以后再说吧 我们还有法说会 11月以后再说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只用一句话留下伏笔 鸿海接下来的营运展望 就只能等11月 美国总统大选后见真章 冬森台电新闻 红佩玉许金游 新北采访报导 农历7月 车市也是好市不断 给大家来看到是8月份 单月挂牌的数量 比起去年增加了超过四成 最火热的这个买气 最畅旺的地方 居然锁定在双B交易 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8月份的整个领牌的挂牌的数量 来到了3.48万辆 什么概念呢 是史上的第二高 大玩魔术亮出艳红新车 还是找来当红女星贵轮美战台 甚至是肌肉猛男大跳战舞 下半年新车发表 一场接着一场 不畏名苏月 8月新车挂牌冲上 三万四千八百四十六台 年增百分之四十五点四 创下二十年来同期次高纪录 上半年缺的车子要赶紧再下半年交出来 民俗月过后会是这个 就一年之前会是一个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旺季 高空俯瞰台中港一共停了两千多台的BMW和冰市 几乎把整个码头都占满 大量新车到港下 冰市八月大卖两千六百八十台 年增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居管 BMW单月挂牌也有一千六百二十八台 而LASUS则以一千五百八十八台紧追在后 不过最亮眼的就属电动车特斯拉 挂牌数冲上八百一十七台 年增十二倍 更是首度几近豪华进口车热销第四名 特斯拉在目前台湾交车的状况 大概是每三个月会大量的到一批车 所以它基本上会每三个月 都会有那种入榜的这种感觉 圆润车头精锐有形 更添几分都会时尚 SUV市场中福特库嘎大爆发 八月缴出一千五百四十台的挂牌成绩 创下历史新高 而稳居龙头的RAV4 大卖两千三百八十台 后车期甚至拉长到两个月 第三名则由Nissan Kix拿下 空间机能家庭实用性会比较理想 两个小朋友那都要弃坐 所以休旅车会比较适合 看来SUV仍是主流 紧接着Honda CR-V和Toyota Corolla接力报道 就看今年车试能否一路望到年底 东森的电信号 佩余许金有台北采访报道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来看两则报道 是在大声什么啦 不是要跟您吵架 我们来谈开车 现在看到开起来静悄悄的电动车 现在特斯拉恐怕其逢敌手了 今天晚上我们来看到的是 日本的汽车大厂本田 推出了第一款的电动车 预计10月底就要正式的来问世 目前它的定价约莫台币是124万 至于特斯拉它的平民车款 整个概念预告图也已经出炉了 我们来看看它看起来造型更前卫 轮廓的这个线条 看起来是更结实 白色外观迷你车身 车长不到四公尺 这是日本汽车大厂本田 第一款量产的电动车 HONDA E 但仔细看怎么少了 后照镜的两只耳朵 一样的东西你获得 是这个 一个转眼镜 给你的转眼镜 每个Honda E 你获得这些小转眼镜 就是这些转眼镜 就是这里的转眼镜 铁灰色电动车行驶在街道上 虽然续航里程只有300公里 但主打小赛更适合穿梭在都会区 预计10月30号正式上市 目标第一年在日本和欧洲能够卖出破万辆 而售价约台币124万元 和对手特斯拉的Model 3差不多 亮红色的时尚外观搭配霸气的LED头灯 特斯拉的Model 3是今年上半年全美最畅销的电动车 现在更传出要再推出平民先辈的车款 绿色车身车顶到车尾的线条明显下滑 概念的预告图也曝光了 阴白色的轮廓线条更加结实 这款神秘的先辈电动车 预计采用Model 3以及Model Y的平台进行开发 但是要比评价还是比不过这一台 越野造型的两人坐电动车 来自于俄罗斯的新创公司 目前价格约20万元台币 最快年底问世 业者们新品齐发就是要抢工电动车大饼 东森财经新闻总和报道 大家都闷坏了吧 后疫情时代包袱性出游 谁出来游玩透透气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豪华版的 日本推出了皇家特快列车北海道 四天三夜每一个人台币18万 你嫌贵吗 上千人抢着要登车呢 宝蓝色的豪华列车皇家特快 缓缓驶出北海道闸晃车站 月台上人们挥着小旗子 目送列车出发 这般豪华列车内使用的都是木质的地板和天花板 桌椅也特别具有复古风味 风格高端典雅 大片玻璃窗也能清楚看见美丽景色 不仅如此 乘客们还能在小提琴 钢琴等美妙的音乐声中享用豪华的北海道美食 而列车经过的地方也吸引不少民众来围观 连小朋友都好兴奋 迫力感到非常可恶好 我看了 豪华的行程自然是要家不菲 单人一趟最低费用就高达六十八万日元 相当于新台币十八点八万元 不过尽管费用昂贵 还是有超过一千人抢着报名体验 皇家特快是由日本冬季和JR北海道洗手合作 希望能借由这次的活动来振兴北海道的观光与经济 东西新闻邱超瑞另外一报道 特斯拉的马斯克 马斯克随着他的股价不断的飙高 他的身价水涨船高 他已经超过了脸书的祖克博 成为全球的第三大富豪 这么有钱口袋装满满 却一口气卖掉了五户的豪宅 他到底在想什么了 你说号称一小时能生产出20台的特斯拉 要怎么办到 终于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拿出48秒的画面告诉你 大红机械手背快速组装一秒钟的时间 就能装好车灯 这是位在上海的特斯拉生产线画面 感受一下他还刻意搭着道地的中国股神配乐 这是马斯克口中媲美外星人无畏号战舰 进化版的超级工厂最厉害的是这一幕注意看 八支的巨大机械手背在一辆Model 3上同时作业 空拍镜头下比100个足球场还要大的特斯拉工厂 只需要两三百个员工 那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机械的维护升级还有处理故障 产线自动化是马斯克最终的目标 一年要生产20辆台新车 这速度也如特斯拉飞奔的股价 助攻马斯克几下脸书的执行长组克勃 变成全世界第三大富豪 但马斯克却不怎么开心 像是这间2000多万位在加州的豪宅 相当气派私人的泳池 传出买主就是大陆的网易创办人丁磊 而马斯克卖房却有不能说的委屈 你很 part of it is like like I have a bunch of houses but I don't spend a lot of time in most of them and that doesn't seem like a good you know this I started having like some privacy issues where like people would like less people just like come to my house and you know start climbing over the walls and stuff so like man um so then I saw like what a house 但算一算他買過的房子還不少 名下超過五棟的豪宅 全部出售超過29億台幣 外傳他是想投資 馬斯克置底油卻說得很直白 原來馬斯克林可把買房錢拿來改變世界 也不願意當一輩子的守房奴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詞曲 李宗盛